8月29日,山西省林坟市香坟县桃四乡陈庄村巨仙饭店宴会厅发生坍塌事故。 据悉,该饭店已经营十几年以上。 几年前,巨仙饭店一层房顶加盖了采钢房。 8月29日上午9点40分左右,山西省林坟市香坟县桃四乡陈庄村巨仙饭店发生部分坍塌。 至多人被埋。 8月30日7点30分左右,香坟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红兴新闻记者。 山西香坟县饭店坍塌相关搜救工作已在30日30时50分许结束。 被困群众已全部搜救完毕。 我们将在8点半以后召开最新情况通报会。 死亡、受伤人数等搜救具体情况以情况通报会为准。 据中心网30日80许报道,救援结束后,共救出57人。 其中29人遇难。 7人重伤。 21人轻伤。 在事故发生地附近上班的李甲告诉红兴新闻记者。 8月29日早上9点30分左右,他从饭店路过。 当时一切正常。 20分钟过后,他看到有一辆消防车和三辆救护车往饭店方向开来。 我当时正在开车。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如果我知道出这事了,我都跟着上去救人。 现在我后悔没有跟上去。 等他再次经过事发地点时,已经是当天下午三点。 消防到了之后,无关人等就疏散了。 外面围着的村民不少,都是汉名字。 这急救自家人,还有帮忙清理的村民。 都是徒手。 在后来,天然气公司的人员到现场处理燃气设备,防止燃气事故。 李甲表示,这家饭店在当地开了很久。 饭店向地下挖了一层,也是用来做宴会厅。 这边连着好几个饭店都这样。 下面那层更两块。 救援现场临焚消防工图。 据李甲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 饭店的正面墙体没有遭到破坏。 李甲也称,坍塌的墙体主要在后院。 后面的是以前修的。 都是预制版。 质量不怎么好。 前面的是新房。 此次坍塌事故发生在巨仙饭店。 根据其在大众点评等平台公开的联系方式。 红星新闻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发现。 巨仙饭店为个体户。 工商注册名为香坟县陶四香陈庄巨仙酒家。 成立于2003年9月22日。 经营范围为中餐餐馆。 添眼查信息还显示。 该饭店的经营者齐建华入股了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 8月29日晚至8月30日晨。 红星新闻记者多次拨打该饭店电话。 均提示为关机。 有媒体报道称。 巨仙饭店经营了十多年。 几年前在原有一层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了菜缸房。 那么,该加盖是否合规呢? 8月29日。 陶四香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红星新闻记者称。 这一情况暂不清楚。 待相关救援结束后将展开调查。 据中新网报道。 林坟市乡坟县陶四香陈庄村去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时。 当时有民众再次败寿宴。 房屋大厅屋顶突发坍塌。 事故发生后。 现场成立了重大事故抢险救援组。 组织消防、公安、应急、卫生及相关救援队伍。 840余人。 全力以赴赶时间、抢生命。 展开救援。 随后。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山西饭店坍塌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 山西省官方决定。 从即使起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房屋建筑和人员聚集场所安全专项检查。 同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本起事故。 彻底查清事故原因、性质。 即使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